民眾攀在樹枝上等待救援 伊朗東南部遇上破紀錄風暴 道路遭暴雨沖刷 難以通行 泥水勤洩而下 幾乎淹沒橋樑 不止伊朗東部的巴基斯坦也很慘 數千公頃土地都泡在水裡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這幾天異常雨勢 導致超過百人死亡 將近千棟房屋被摧毀 同一個風暴系統也造成杜拜大淹水 杜拜水淹汽車有貓咪受困 緊抓車門 這是當地75年來最大洪災 部分地區一天內降下超過250毫米 雨量 通往機場道路也淹水 這真的是一個大洪水 昨晚我們在這個區域 我們不僅僅能通過 杜拜擁有全球第二繁忙的國際機場 現在搬機起落 全亂成一團 旅客在後機大廳等待搬機重新起飛 當地週四部分航廈恢復使用 完全不遇到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事情 當然 它是有嚴重的影響 由於杜拜身為沙漠地帶排水設施不佳 恐怕得花點時間水位才能消退 而極端氣候的肆虐也讓阿拉伯半島罕見遇上洪災 TVBS新聞得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看一些消息水平和水一直以為 在最完特的故事上